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 在希伯羅宇中有春天的小優的意思 而對一眾同性戀者來說 這裏是一個彩虹之刀 全聖根40萬人口 兩成人都是同性戀者 九八年開始 每年都會吸引幾十萬同性戀者 來參加世界同志遊行 象徵同志的彩虹旗四圍都看到 在這裏大家可以無拘無束地享受日光慾 在特拉維夫歷史最悠久的同性戀酒吧勁歌熱舞 事實上這個城市變成同志蜜月勝地 市政府都可以說功德可沒 整同志地圖搞同志旅行團 加上望著地中海美景 吸引不少情人來到 可惜四年前有槍手 闖入同性戀中心開槍 造成兩死多人受傷 就為這個自由之刀染上血色 不過亦因為這件事 成就了以色列反性傾向歧視立法 當地的教育部都設定課程 交小朋友和同志相處 最重要是同志在其他國家註冊結婚 回到國都會得到政府承認 等同性伴侶都可以受到法律保障 聯傳的政策成就今天的彩虹之刀 拼拳亦再不是一個夢 再看看自稱國際大都會的香港 會不會多一份慚愧呢?